三叉神经痛怎么根治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曹鸿梅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三叉神经是主要管理我们颜面部的感觉的 它从我们的颅底度出来 然后分了三个叉三个支 所以我们也就把它叫做三叉神经 那么这三支呢 分别管我们的额头颜面部和下颌部 这样的一个颜面部的感觉 三叉神经痛呢 分为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或者是激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那么激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大家都知道 那一定是有激发的原因的 这个激发的原因可以是一些 颅底部的一些问题 像我们常见的肿瘤 鼻痘部的一些肿瘤等等 在这个三叉神经的沿路中 影响到了三叉神经 那么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三叉神经的疼痛 那临床更多件的 可能是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也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查 没有找到什么原因 引起三叉神经的这种疼痛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最主要的是药物治疗 那么药物治疗的话 有很多 首选的话 可能就是卡玛西瓶 还有一些其他的 神经痛的一些药物 那么需要根治的话 大部分的病人可能口服 这种止神经痛的药物的话 都能得到减轻和缓解 随着我们诊疗技术的发展 我们会发现 很多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可能也是有原因的 那可能有一些小的血管的一些葱 或者瘤来压迫到三叉神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手术 来使这个三叉神经的压迫 得到缓解 那么也可以从中来根治三叉神经痛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